台中县的这位 现在大家叫她女警花咯 年纪轻才26岁 而且长上很甜美 那么曾经有9岁的男子 被带回派出所的时候 竟然还在介护区里面对她骚扰 不要搞不清楚了 她之前虽然是娇娇嫩嫩的 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 但是因为薪水不稳定 为了帮助妈妈贴补家用 现在报考女警看得很了 不管对方的身材有多么高大 一个转身就把人给撂倒了 眼前这位女警有着一副好身手 不过漂亮的外表让人更加注意 对 当然也希望让家人 有比较好的工作 不过最主要还是因为 就是自己觉得 这份工作充满挑战性 而且可以很实际的给予 就是一些人直接的帮助 原来她是在台中市 国关派出所服务的张艺颖 之前可是一位娇柔的 百货公司专柜小姐 168公分外形高挑亮丽 拿出一年前的照片 当时的她还烫着贵妇般的大卷发 脸上是最流行的裸妆 拍照的时候一定要装可爱 不过为了当女警 张艺颖形象大转变 还曾经让企图 毛手毛脚的嫌犯吃了别 不同警察工作比较充满挑战性 也比较有危险性 因为就是在外面要面对 随时都要面对不一样的人 跟站在百货公司里面 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 其实从专柜小姐变成女警 张艺颖说是为了让妈妈 过更好的日子 以往专柜小姐月薪2万6 当女警至少有5万2 足足多了一倍 虽然手变粗皮肤也变黑了 但是有份好工作 张艺颖说很值得 中文新闻 韩志兴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